新北市树林发生了家具厂大火意外 27号晚间发生了火警 那么连去旁边的联动烤鸡场也遭殃 两间工厂都被烧到全毁 但邻居非常生气 强调这间家具厂十年前也是火 现在又来了 火蛇不断冒出浓烟烈焰冲天 新北市树林区田尾街一间家具工厂 27号晚间九点多突然起火 旁边联动的铁皮工厂也被波及 消防队派了六十几辆各式救灾车到场救援 850坪大的家具工厂全部烧毁 连隔壁的烤漆场也无法倖免 200多坪烧个金光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做这个家具跟这个做邻居真的是 非常危险 他们都是寄贱的 大家工作来就是拼命做 顾不得机器的维修 真糟糕 他十年前才杀过一次 现在又杀了 他里面有一些农季 大概目前老板告诉我们 他的农季大概有20加仑的农季 同时有一些是这个金属的煤粉 那煤粉因为它是一个化学品 所以不能用水去射 所以我们目前大概煤粉 我们采取的策略 就是让它是有了一个烧碗 由于家具厂内存放大量甲本有毒性 消防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靠近 至于详细情火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记者综合报道